在未来不论是华南雨区或是封面在北部海面的时候 台湾附近因为在封面南园 不论是南风或是西南风 都会带来不太一样形态的降雨 我们来看看雨上的预报 其实今天的降雨是比较 雨势不会太大 我们预估各地会先下局部 临近短暂降雨几率 中午以后山区也有这样的状况 那至于之后华南雨区已静 我们预估星期三到星期四这段时间 随着华南雨区一静 在比较接近华南雨区的澎湖金门马祖和西半部地区 云量是普遍的多了起来 也会下短暂阵雨 至于东半部地区则是属于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 之后星期五到星期六这段时间 因为在台湾附近的风场已经逐渐转成南风 它还带来更多暖湿的水气 相较而言所发展出来的云气 它的对流性就会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我们预估在星期六到星期一这段时间 在南风的迎风面 也就是南部和东南部地区 整天段需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 其他各地都属于下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星期天到下星期一 风面我们说有道风面会在北部海面 台湾附近这时候风场已经转成西南风 而且是稍微强一些西南风 因此迎风面地区变成中南部 所以中南部地区整天段需会下短暂阵陷雨或雷雨 澎湖间麻族也是一样 而其他各地则是属于午后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 这是未来之后降雨情形 至于在温度方面今天清晨比较凉一些些 不过未来的几天的清晨就不会那么凉了 在低温部分本岛大概就回升到23度24度左右 至于在高温部分呢 在明天开始因为华南雨区的影响云量增多了 然后虽然有些不定时的降雨 但是会让各地的温度不至于太热 我们预估明天开始到星期六这段时间 中南部当然还是比较暖和的 大约30度31度左右 北部东北部东部大约是27度28度左右 基本麻族2425度的高温 澎湖27度 可是到端午廉价这段时间 温度会再热一些些 本岛的温度 像整个北部中南部和东南部的高温 大约在32度左右 然后东北部东部大约31度 麻族26度 金门澎湖28 29度 甚至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在冬廉价后面的时间 西南风会越来越强 所以可能在东南部地区 容易有焚风造成的高温 最后提醒大家 过去两个月地震频繁 那过去几波的风面带来不少的降雨 所以山区的土生很脆弱 提醒大家前往山区 或是靠近山区的地方特别留意 另外在端午廉价 天气变得闷热 提醒大家 注意要多多补充水分 外出做好防晒工作 另外天气并不太稳定 因为西南风和南风输送 比较暖湿的空气 影风面币是容易降雨 经过太阳照射 午后队流也会带来降雨 提醒大家从事任何活动之前 要参考我们最新的预报资料 以上是今天早上的天气说明